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美國國務院證實國務卿布林肯押後原定訪華的行程 並會在條件適合的情況下儘快前往中國 美國早前表示正追蹤近日飛越敏感地區的監視氣球 相信氣球是來自中國 中國外交部後來確認有無人飛艇進入美國領空 又說飛艇用於氣象研究對於事件表示遺憾 加拿大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已經就這次事件 召見了中國大使表達自己的立場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鈺到訪俄羅斯 與俄羅斯的外長拉夫萊夫舉行會談 雙方就中俄的關係上多邊合作的方面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認為落實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 推動雙邊關係在取得新的進展 拉夫萊夫表示俄中的關係儘管不是正式的軍事聯盟 但具有更高和更廣泛的性質 西班牙傳媒報導兩名海關人員日前追捕一艘走私船隻時 在殖布羅海岸遭受到走私者投擇 兩名海關人員受傷後來向天開槍示警 英國海外領土直捕羅紫澤西班牙海關人員 行為嚴重侵犯英國領土的主權和管轄權 海關人員在衝突的過程中開槍 行為魯莽危險可能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美國國防部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新日流 不准值21億75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 包括了一款遠前火箭 令到烏軍在俄烏戰爭中有更強大的力量 報導說新的武器是從地面發射小直徑的炸彈 射程達150公里有助烏軍打擊本來沒有辦法觸及的目標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回應說俄方才有應對的手段 另外法國、意大利、兩國公布會向烏克蘭提供 由兩國共同設計的防空反導導彈抵禦俄羅斯的襲擊 近日有烏克蘭國會議員訪問華盛頓賦予美國制裁中國 阻止兩國購買俄羅斯的石油 詳情到底是怎樣? 我們一齊和巴士的部的評論員阿傑聊聊 阿傑你好 你好 烏克蘭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梅列日科 重申採取強硬立場 不會令中國進一步支持俄羅斯 中國不怕烏克蘭 怕的是美國的制裁 對印度購買俄羅斯原油 他形容事件令人痛苦 但他仍然支持制裁這個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 梅列日科指責中印正透過購買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 為到普京政權的戰爭提供金援 認為民主自由世界正與專制的政權衝突 不能因為經濟利益而有所妥協 美國最好對中印兩國實施二級制裁 和梅列日科同行的立陶宛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 伯維里奧尼斯警告 中國是世界唯一能徹底改變遊戲規則的國家 美國人如果因為恐懼而不去保衛烏克蘭 他們第二天醒來時 就會發現台灣海峽出現狀況 人大地區受到攻擊 所以放鬆對俄斯的壓力會造成嚴重後果 好,澳戰爭持續近一年 由戰爭初期烏克蘭駐華大使館 在中國社交平台發起眾籌 總統扎尼斯基明確要求中國支持烏克蘭 到近期扎尼斯基的妻子葉蓮娜 在大屋斯經濟論壇上 向中方代表團轉交丈夫的親不信 烏克蘭一直迫使中國選邊站 中港經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NBA校外導師 胡倫木認為 從梅列日科的角度來看 烏克蘭未能擊敗俄羅斯 是因為太多中立國和俄羅斯做生意 確保俄羅斯經濟不倒 尤其中印現在是俄羅斯能源最大的幾個買家 他認為烏克蘭想要利用美國的制裁 迫使中國站隊是不可能的 對於中烏關係的發展 胡倫木解釋說 中國是烏克蘭的最大進口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兩國曾經有良好關係 例如遼寧南的前身 在蘇聯解體後分泌烏克蘭的雅良格號 但烏克蘭國內的親美勢力強盛 已令部分中烏合作項目 成為烏克蘭向美投誠的炮灰 他又以馬達西奇事件為例 中企收購馬達西奇56%的股份 獲得發動機技術 美國不同意烏克蘭政府選擇叫停收購 還將公司收歸國有 對中企索賠的45億美元置之不理 假裝無事發生 如果馬達西奇還可以用商業糾紛形容 那麼梅烈日科訪美 提出要與台灣建立更大的聯繫 就是奔住中國底線而來的挑釁 胡倫木捉掛 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揣台後 烏克蘭議會最高拉達成立小組 加強與台灣地區聯繫 最高拉達負責人更形容立陶宛系榜樣 烏克蘭都要設立一個台灣代表處 即使烏克蘭未踏出這個不可挽回的一步 但都說明烏克蘭政府內部都是蠢蠢欲動 他認為戰爭總有平息的一天 中國將在烏克蘭的戰後重建發揮重大作用 如果烏克蘭堅持跟隨美國的霸權主義 他的生存發展空間將會大大受限 謝謝阿傑 我們一起轉看看香港的消息 財經及事務副務局局長許正宇 在一個峰會致辭時表示 期望深港兩地合作共同推動創新金融發展 許正宇強調政府十分重視這個項目的發展 和金融監管機構和行業緊密合作推進發展 香港有五年前 由不多於180間金融科技公司 至今已經擁有超過800間不同規模的企業 期望之後有更大、更多的發展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 會就四個簡約公屋的項目向立法會申請 約149億元的撥款 至於四個項目的造價 當局就會因應市場的標書價格再作研究 何永賢說 對於有提倡只可以派錢給相關的居民 他認為居民仍然要找合適的地方居住 可能會面對加租的問題 而派錢的收益最後只會轉至業主 何永賢說 當局正研究八個社區隔離措施日後的用途 在技術場面上來看 部分的隔離設施有條件改造成為青年履舍 或者簡約公屋等等 開支會比創新興建更便宜更快 今天的新聞到這裡 再見